嘿大家新春快乐 这个视频上线的时间呢 是大年初二 那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 然后恭喜发财 苦年大吉 然后全家的身体健康 一切都好 我是Sherry 因为多伦多地产经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随着新年的脚步啊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楼花项目 叫做的是Voya 27 Voya的E7啊 一斤发售已经全部售完 那今天我们就从价格 地理位置 投资前景和各个方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一共两座塔楼 Tower A和Tower B 它是42楼和36楼 这次发售呢 是Tower B 大概一共415个单位 从一个卧室到三个卧室不等 预计呢是2月中旬开盘 那均价呢 大概在1300加币左右 那付款方式呢 可能有些调整 参考第一期呢 是签约5000加币 交付钱呢是15% 入住的时候啊 再给5% 该项目呢 还有总计超过1万平方尺的零售 以及3万平方尺的室内外设施 啊 它的配套设施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路口呢是位于Burhanser 和Confederation Parkway的交界处 那熟悉Mississauga的朋友都会知道 这个地点啊 可谓是Mishishaka的市中心的中心了 它与Mishishaka的公交网络 MyWay啊 交织在一起 还有陈迹火车 Arendale Goal和Cooksville Goal呢 就在附近 方便啊 去往Downtown上下班 驾车啊 进入403 401和407高速呢 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通行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便利 那再来说说 Mishishaka这个城市 它属于大尔多伦多的西边城市 得利于便利的交通呢 也是安神仅次于 多伦多中心的第二大就业中心 早在2017年时候呢 Mishishaka的企业 已经多达了9万多家 那就业人数呢 也是超过了45万人 而这些企业当中 1300余家都是跨国企业 其中就包括了世界500强的75家 微软 惠普 亚马逊等等啊 都把加拿大的总部 设在了Mishishaka 除了工作机会的稳步增长以外呢 长住人口也是在随之增长的 同时各个大学的不断扩招 比如说Mishishaka的分校UTM Livoia Condo呢 开出去需要7分钟 又或者Shirton College啊 走路只需要10到13分钟 因此啊专业人士和学生租房的需求呢 都是非常大的 现在Mishishaka一个卧室的公月 平均租房的价格呢 是在2100价币 两个卧室呢 已经达到了2500到2600价币 是略高于多伦多 一个卧室房租的平均水平 最后来说说价格 那这个楼盘呢 预计于2月中旬开盘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具体的价格 但是预计的平均持价呢 是在1300价币左右 当然呢 如果是小一点的单位 或者是潮南单位呢 价格还会更高一些 预计于2026年到2027年交房 那现在我们看看同比类型 现在这个地点 二手房的一个价位 第一个例子呢 是San Sanchez 就Rasborough Road 2017年的楼 1585尺啊 在1月25日的一个卧室的售出价格呢 是66.5万加币 平均来说呢 持价就是1136每平尺 又或者4055 Parkside呢 那是同一个开发商 Amazon开发的一年新的楼 它的售出价格是68万 它的持价呢 是在1214尺 这个单位呢 一共560尺 那如何决定一个楼盘 是否值得投资呢 那我个人认为 第一是要看地理位置 它的发展潜力 再来就是看 它和县房之间的差价 那差价越小呢 投资价值呢 就相对越高 最后我们来看看 它的预计的投资回报率啊 从2016年到2021年之间 米斯萨克平均的 Condo价格呢 是从34.7万 到了现在的65.5万加币 那平均年涨幅是超过了12% 这个投资回报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如果以10%的投资回报率 而计算 80万的价格啊 交付钱呢 是15%的首付比率 也就是12万 5年的投资回报率啊 其实是超过了200% 它的年回报率啊 也是高达了25% 从投资角度上来说呢 这个租售比非常良好 而且与现房的差距已经不大 预期的涨幅 也是比较可观的楼盘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我们最后来说说这个楼盘的开发商 和周围的配套设施 这个楼盘呢 是属于Parkside Village的 Master Plan大师级社区 是由著名开发商Amacom 进行开发的 那Amacom的这个开发商啊 其实在都伦多 已经有40年的地产的建造经验 可以说接近一半的 米什沙加的公寓 都是由此开发商进行开发的 该项目呢 也紧离米什沙加最大的 Square One购物中心 还有众多的广场和公园 步行呢 可到达文化和娱乐中心 包括YMC Simplex电影院 米什沙加的生活艺术中心 米什沙加歌剧院啦 或者是图书馆等等 和米什沙加的美术馆 和米什沙加的庆典中心 这里啊 同时还有数不清的美食 在等待着您 如果您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非常的欢迎联系 我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希望您喜欢 那我们周末视频再见